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琼哥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丧尸电视剧》搜索 影片开场,一名军官替这个箱子艰难的情形 可没多久他就坚持不住了 最后仰头大猴 可他整个人都看起来有些不对劲 似乎隐隐发生了可怕的变异 那么箱子内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 原来在97年 一名朝鲜研究院的理所长带着孩子准备归送韩国 这里也是飞战区 然而北朝鲜的士兵这时候也出现了 最后双方剑拔弩张 枪更是不小心走火了 最后死的死伤了伤 然而双方的枪杖被一台录像机给记录了下来 只是后来录像机就丢失了 而且仅有几个人活得下来 一换眼到了现代 男主姓名士兵马上就要退役了 本来只要在飞武专第一代 329GP继续摸鱼 但是有两名巡逻的士兵在山上失踪了 所以男主等了不得不前往搜寻 最后发现了一头发狂的野狼 攻击力非常的强 还是女主出现将其击毙了 可现在他们还没有找到之前那名失踪的无伤兵 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倒是被发现了 而且森林里还有不少血迹 女主采集后就寄往生化部门进行检测 很快结果出来了 除了两名士兵的血液 还有另外一个人的 那么失踪的无伤兵去了哪里呢 此时的他正在享受拖行服务 只是这对象有些吓人啊 但因为失踪的士兵还没有找到 所以他们连夜再次组队上伤 这次他们发现了一个行动迅猛的目标 而且随行的军犬也尝死在这里 攻击军犬的是一头发狂的野狗 样子异常的恐怖 自己养的军犬死了 男主很难过 但也没有办法 大家原以为已经将凶手绳之一法了 可在对尸体进行尸检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 其准名士兵的脖子被胡活掰断 这可不是野兰野狗能够做到的 而且实验人员在学业中发现了一种 疑似狂犬病的新型病毒 只是现在还不确定 而男主因为违规执行任务 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 他和女主的关系也很复杂 两人曾经失恋了 但后来因为一些事情 那的误会也分开了 当然这不是本篇的重点 重点是在这个非战区曾经发生的事情 现在已经有韩司令以及李议员知道 自从那件事情后 两人平步清云 但现在发生了这段指示 让韩司令非常的紧张 因为当初的他们可是杀了自己的同伴 还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而女主和男主也将事情散报了 之前军权身上的录像机录到了一段视频 议员和司令都很关注这件事 并找了一名相当干领的大卫 去主导这件事 务必要抓到夺在非战区内的真正凶手 如果成功的话 司令可以帮大卫当上少校 这次有不少精英被寻入队伍 而此时正在想事情的女主意外听到了停尸房里面有声音 走进去后发现已经死去的士兵竟然活得过来 还变成了这副能不能鬼不鬼的模样 女主差点被打死了 还好同伴及时赶来 开了很多枪才将其打死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死的的士兵为什么会活过来 而且大卫还找到了疑似两名士兵疑似的东西 这其中显然有什么内幕 女主想要试试把发现了血液中的病毒注入到死亡的老鼠身上 没有想到老鼠竟然活得过来 看来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狂犬病毒 因为这在医学上根本解释不清楚 只有破坏连接脑袋的脊椎才可以将其干掉 在得知女主也被抓伤后不确定她是否被感染了 最后也被韩司令安排进了这次的特品行动小组 而另一边的男主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意外和北朝鲜的人相遇了 这时候你是唱歌歌还是跳歌舞呢 最后这些北朝鲜的士兵竟然直接被拖到了天上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一只手掉了下来 一群人都被吓坏了 男主趁机逃走了 没有想到还是被追上了 不过这时候男主终于看清楚了这货的真面目 他穿着巨人的衣服 但这长相妥妥的是上司啊 如果不是大部队即使赶来 男主估计就成为前男主了 但现在经意发现的目标 他们显然不可能放弃 男主准备去担忧我 甚至冒险跳下的悬崖 可惜这个上司速度太快了 根本抓不到 飞檐走壁就跟喝水一样 这要是数量一多人类还玩啥啊 无奈之下大家只能先撤离回到营地 大部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完成了 然后升职 而副队长的身份是我没有想到的 竟然是议员的儿子 显然他是被议员派来这里 监督这里的一切 因为不要多久就要大选了 不能因为九千年的一些事情暴露出来 影响他的大选 而女主的身份其实让我也有些猜疑 原来当年那个北朝鲜的理所长所带的孩子并没有死 似乎就是长大的女主 只是此时的女主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而已 而在营地附近还有个村子 附近的人都很热情 甚至还邀请外村的男女主一起吃饭 他们还认识了一个大姐 这个大姐的身份可不一般 曾经也当过兵 只是后来发现那些事情就推得下来 但他们的任务不能让村子里的人知道 所以大卫他们都是往上行动 营地这边只留下两名士兵 没有想到这两名士兵最后成了目标直接被虐杀 其罪名同伴命的没有死 可等男主他们赶回来的时候 另外一名同伴倒在了雪坡中 司令知道这件事情后暴怒不已 他要的东西还没有找到 现在还出了人命 如果大卫玩不成任务 后果自负 也因为最近同伴接连人生的几个 让男主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妈妈只是告诉他父亲死了 但谁应是什么 妈妈从未提及 而司令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并不是97年的那个盒子 而是他丢失的录像机 当年录像的人是他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录像机竟然还在这个飞战区内 还被一个老奶奶给捡到了 然后意外到了大姐的女儿手上 不过因为录像机很久了 怎么折腾都开不起来 再加上最近村子里面不断有生畜失踪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在这里 甚至还有人看到了一个穿着军装的上司被吓坏了 所以村民们准备自己联合起来 维护村子的安全 这也导致了晚上双方的人相遇了 就问你尴尬啊 不过晚上 男主送大姐女儿回家的时候 意外将录像机给拿走了 没有想到在主角的手上 这个报废了许久的录像机竟然还能播放 你说神不神奇 最后看到了视频中的内容 男主吃了这么大一个瓜都惊呆了 而副队长就在边上 看到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 肯定害怕消息泄露出去 让男主将抓到那个上司放在首位 副队长急忙联系了议员父亲 和他说的这件事 议员知道后暴怒不已 没有想到当年的事情竟然被录了下来 他让儿子将其销毁 儿子的条件很简单 销毁后他放弃竞选 而女主这边也有了新发现 原来这些病的细胞里面还种来历不明的其他物质 好像具有放射性 具体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借助这个 他们可以研发出临时的药剂消灭那个上司 不过这个上司的速度太快了 必须想办法将其控制 而且越快越好 万一具有传染性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至于男主因为看到视频后 从大姐的口中意外知道了一名叫 赵明国的大卫 之前赵明大卫在视频中被同伴给杀死了 杀死他的正是李亿元 如果说之前只是为了抓到那个上司 那么现在射击的面就点管了 好消息是他们找到了用声音吸引上司的办法 将他一路引到了一个大仓库内 然后一群人对他展开了疯狂的射击 还是尊能配合之下将女主带来的药剂注入到其脖子后面 才将其干掉 不过不得不感叹 这上司的战斗力也太强了吧 一个都差点干掉的一支小队 如果来个几十三百个 那真的要完蛋了 因为完成了任务大卫也很开心 不过他也从内部的同伴那边知道了一件事情 97年韩司令在21防疫区出事后 就一路平步千云 就连李亿元也是 他们似乎和当初北朝鲜上级长官要归顺有关系 当然在细节的内容已经查不到了 招金被销毁 看来之前司令让自己找的东西就是陆湘君 而陆湘君招金被副队长给销毁了 男主其实也猜到是谁做的 但他没有证据 而女主经过调查又发现 很可能之前上里的野狼以及上士都是被传染的 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宿主 如果不找到这个宿主 最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而且正巧大卫的女儿失踪了 似乎就是前往了飞战区 所以一些人再次整装出发前往那边 没有想到在所老房子里面发现了大卫 他在这里做什么呢 原来他知道参谋长和韩司令都反乱自己升职 只有站队到议员那边他才有机会 议员让他到飞战区里面找一个盒子 也就是九千年那个北朝鲜研究员带来的盒子 但后来疑似了 现在这就是他的新目标 好消息是他们最后找到了小姑娘 但小姑娘似乎和一个叔叔在一起 小姑娘和妈妈说 当初他在森林中迷路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叔叔 他会不小心踩中地雷 那可就完蛋了 可回来后小姑娘的身上就开始烧痒 出现了红色斑块 医生也警察不出什么异常 只是让副队长没有想到的是 父亲依旧决定参加竞选 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而且韩司令因为不够腹黑 这么多年虽然身居高瘾 但良心难安一直在吃药 本想忏悔将事情公之于众 没有想到被原先不给干掉了 副队长意识到父亲不会改变 偷偷将录像机中的视频 曝光到了媒体那边 本来他们已经准备收队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现在因为这件事情 大家没有办法离开了 男主更是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就是被议员给杀死的 真相似乎被曝光了 没有想到议员还有办法 只要买通了媒体 说这是假新闻 然后干掉所有之前的人就行了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当年李所长带着女儿 准备归送韩国 而她的战父也带着那个盒子来了 没有想到最后发生了枪杖 虽然赵大卫身受重伤 但被对方的战父带到了这所房子里 得知真相的战父 难以接受将赵大卫给敲打 导致地面坍塌 最后这位研究员死了 没有想到她的血液 滴落到了赵大卫的身上 导致她发生了病疫 所以一直以来在飞战区 引发灾难的其实是胆转的生父 只不过现在的她变成了 能不能鬼不鬼 原本男主一行人 再次接到的任务 准备去找那个宿主 然而没有想到 却被议员安排的黑人给埋伏了 他们准备将所有人灭口 而意外听到真相的大姐 想要告诉众人 却被关了起来 得亏他当过兵 组装了无限电 在最后关头通知了男主等人 才避免了他们被团灭 而此时北朝鲜的人也来到了这里 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寻找那个盒子而来的 之前他们中间出现了叛徒 所以他们找到了这里 这时候女主才知道 原来当初贵送的两个研究员 是研究核试验的专家啊 带来的很有可能是 研发核武器的重要放射性物质 没有想到最后却失踪了 这也是为什么 艺人要大卫在这里寻找的原因 有了这个东西 李艺人可以爬得更高 可惜艺人的计划失败了 他的儿子宁愿时 也不愿意帮父亲做这种事情 他把男主挡住了子弹 而男主的父亲这时候也出现了 可惜现在的他早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但还保留着一点良知 对于伤害自己的李艺人 他记忆深刻 当然这里最长的还是大卫了 本来是帮这群高官做事的 最后却落了个伸手益处 影片的结尾 这时候老房子被炸毁了 男主他们逃了出来 但父亲和艺人他们全部被掩埋在了里面 因为男主的父亲确实是一个不确定的危险因素 连野狗咬着他都会发生病疫 一旦出去或许会引发世界末日 影片的最后 女主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男主也恢复了自己的姓氏 故事算是有了个完美的结局 整体来说还不错吧 虽然没有其他的上司片那么刺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